为了帮助南投县内的学子在面临即将来临的大考能够减少失误,考取高分,通德高中日前特别结合南投县政府办理真A减息演习的活动,邀请县内国中小主任老师到场观摩。 为了真A减息,我们特地以南投县交易处配合推动这个活动,让整个南投县的国中,整个模拟考的这个部分能提升,让南投县的优秀学子留在南投。 利用平板来作答,老师也能够透过三期产品了解到学生的状况,并针对容易答错的题目来进行加强。 这就是同德高中特别将一化学习设备的资源,提供给国中端的老师,并期望在最后的两个月,能藉由好好利用这些资源,有效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,进而达到真A减息的效果。 我们希望能够在夜间或是假日的时间里面,能够协助这些孩子,他们在家里可以自己做一些学习。 我们希望他在最后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,用最科学的方法来协助他们。 参与研习的主任指出,透过这样的系统,能够有效掌握学生的情况,以及学习的状况,与弱点相当肯定同德的用心。 有别的一种教育方式,那其实我们知道学生在大班级的教学里面,比较难一对一,去看出他本人学习的成效。 那其实一般学校的老师在面对考卷的时候,一般在课堂上检讨,大概很难去抓每个学生不同的弱点。 那这套系统,他有他的好处是说,可以做即时诊断。 兼缘要只有相当肯定同德高中的用心,不但有丰富的资源,也将资源分享给县内的国中端,盼借由资源的分享,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成绩。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同德来做一个正A减C的一个计划,特别呢,邀请我们国中的一些老师来做演习。 希望透过线上的一个设备,能够让我们要考试的学生,科目不足的,或者说他们有一些比较弱的,弱项的一些科目,能够在他们提供的一个资源上,能够做一个加强,能够在课月上有很大的一个做提升。 期盼透过正A减C研习营,老师们能够将资源带回各校给学生来使用,协助学生学习,进了达到正A减C的效果。 记者邱平易,草屯采访报道。